Hello 各位 上星期的二甲心水 不知道你有沒有跟 如果有跟對面的話 恭喜你 真的有開對面 那對奔離雲圖 升了上來二甲 真厲害 接下來他會主場對國米 我也有些心思思想 後一後距 不過這些星斑馬 還是多看幾輪 我選另一場 另外也有一場二甲 我覺得的戲碼挺好的 就是星期三 深夜2時9 拉數對亞特蘭大 這兩隊 其實我覺得上過來說 都很好看 多波入 你又音樂仔 那邊又薩帕達 梅里爾 這些入球 病病病病 其實我覺得他們 如果是上季 那個實力是相似 大家都懂得入球 大家都是 有前無後打死罷走 去到這一輪 就已經有個對碰 其實上輪 我都覺得他們兩隊 對親 都說很難分到高低 可能都是輕勝一顆 或者上季來講 兩輪 打和 亞特蘭大 贏三比二 其實都很近似的 今場 我想莊家 都是這樣的想法 因為 拉瑞主場對亞特蘭大 其實都是平手盤 我覺得贏面是兩邊都相似 今季 其實人腳和上季 大部分骨幹都在 例如拉蘇 都是有音樂仔的 剛才說的 哥倫比亞 馬布 梅里爾 薩帕達 等等 都很重要 都會在中前線 所以 預計的踢法 都會頗進取 在這場 其實我講那麼多 我要什麼 其實就說 想不到哪一隊贏 就是要大小 其實他們 兩隊近四次的對賽 有三次都開了帶 因為兩隊的踢法 其實撞了 就是比白馬開帶 現在就有幾個中位數 我就選過中間 他有2.5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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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就選過3.5 3.5 這兩隊都是大家想贏 想搶分的 整個四球或以上的賽果 都是不扯奇的 所以我自己喜歡 三球 三球半 這個 不要太熱 如果2.5 中位數 那個大 只有1.400 太熱 3.5 就2.35 我選到中間 2.07 3球半 這場球 沒理由被我黑死 大家繼續看 其實我自己也挺喜歡 希望這場 兩隊想演入球show 讓我聖母 開個入球帶 還有我兩位拍檔的心水 還有我 包你一個很開心的中秋節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下條片見 拜拜